炮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三炮小工坊 我是前面女生炮哥 笔仙 蝶仙 真子 家耶子 这几位著名女鬼 相信大家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而且这几位著名女鬼 平时还非常的酷爱撕逼 什么笔仙 壮蝶仙 真子大战 家耶子 笔仙大战 真子之类的 也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么本期炮哥 就将会带着接看一部 笔仙和真子打架一次没打够 还想继续打的电影 笔仙大战 真子 2 好了 就已经开始讲的是 女主短发妹正在家里见鬼的事情 女主天生娇弱多病 只要一天不吃药 就会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为此女主的闺蜜们 就感到非常的好奇了 尤其是其中一位黄发妹觉得 毒乐乐不如中乐乐 见鬼这种事情 只让短发妹一个人见多没意思啊 然后这几位妹子 就开始做死般的 玩起了召唤笔仙的游戏 几位妹子问笔仙 他们的班长喜欢的人是谁 笔仙正要告诉他们 但由于黄发妹和大胆妹 都喜欢班长 于是两人就不顾笔仙的面子 撕逼了起来 撕了几下之后 不出意外的笔就被他们给掰断了 几位妹子把笔仙玩坏之后 仍然觉得不过瘾 此时大胆妹就开始建议大家 一起看镇子的零视频寻刺激 要我说你们这几人 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啊 为了能把对方给作死 竟然不惜把自己往死里作 不过就在四位妹子 正要打开镇子的视频 搞集体自杀的时候 一位短发男却突然敲门打破了局面 短发男是来邀请几人 去参加毕业聚会的 聚会上短发男对女主 践行了深情的表白 可是面对着短发男的誓爱 女主却是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因为他真的在聚会现场 看到了笔仙的存在 据炮哥猜测 笔仙之所以会在这时候出现 很明显是他想要告诉女主 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 也千万不能相信男人的那张破嘴 接着画面一转 黄发妹正在卫生间里洗澡 就在善良的炮哥 打算为黄发妹把风的时候 真子竟然他妈仿佛在逗我一样 直接从马桶里端了出来 然后真子就对黄发妹 发动了未面打击 用未面打击这一词来形容 炮哥也不知道究竟合不合适 反正就是黄发妹 跑到客厅向大胆妹求救的时候 大胆妹竟然根本就看不到黄发妹 两人明明就身处同一位置 同一时间线 看似近在眼前 却又仿佛远在天边 直到真子把黄发妹彻底绿死之后 大胆妹才看到了黄发妹的尸体 警察在经过一番调查之后 很快就排除了他啥的可能 因为在恐怖片里的警察 毕竟也就是打酱油的存在 不过警察虽然查不出什么 但新鸡妹却告诉大家 她在聚会之前 好像看到了黄发妹 又偷偷的看真子的视频 那么黄发妹的死 会不会是真子造成的呢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 不信鬼的大胆妹决定 亲自打开真子的视频试一试 然而这一试不要紧 真子立马就对大胆妹 发起了视频通话请求 看来这真子 也是紧随上了世界潮流 都会使用智能机了 当真子从手机里钻出来之后 不出意外的 大胆妹就也挂了 而且真子不但会玩智能机 竟然还学会了 主动营销的手段 他利用死去的大胆妹的声音 把女主和短发男 以及新鸡妹约了过来 真子先是扮成了 大胆妹的样子 对着女主一顿下 把女主吓懵逼之后 再用吊虎离山之计 把短发男给勾引了过去 会由他看了组组视频 然后短发男就惨遭 真子次元打击 死在了屏幕里 卫面打击 与时俱进 主动营销 次元打击 这真子也太厉害了 当然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呢 因为真子竟然还会玩 镜像分身术 只要是有镜面的地方 那么真子就可以无限存在 不过真子虽然很牛逼 但别忘了 这可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年代 于是一位灵异研究教授 就对女主的人 展示了她的高科技出轨神器 其中最高端的几个 分别是灵异雷达 可以扫描时间 一切妖魔鬼怪 射魂相机 快门一按 妖魔鬼怪直接被封印在照片之中 高能练诡异 只需七七四十九天 就能把封印在照片里面的 妖魔鬼怪彻底练化 这你妈都什么鬼 不过大家也先别着急吐槽 因为这些东西 虽然卖相看起来不怎么样 可当真子出现之后 我们就发现 它的实用性竟然更加的垃圾 最后还是女主和新机妹 一起召唤了笔仙 才牵着住了真子 接下来 笔仙小姐姐 大战真子大宝贝的戏份正式开始 双方寝在电光火石之间 就已经交手了上千次 你来往往之间也是各有输赢 虽然后来笔仙小姐姐 凭借着附身战甲的优势 捅伤了真子大宝贝 但真子大宝贝 毕竟不是普通的血肉之躯 它尤其会被普通的反物所伤 然后 愤怒的真子大宝贝 就使出了大招飘柔杀 正所谓 三千青丝为君留 奈何君不用飘柔 不用飘柔多可怕 我用秀发斩天下 在真子大宝贝的一记飘如沙后 笔仙小姐姐最终还是略输一筹战败了 不过 真子虽然赢了 但她也是惨胜 此时的她非常的虚弱 然后 教授就趁机用摄光相机 把真子给封印了 接下来 只需要把真子放在仪器里 电话7749天就可以了 然而 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进度条告诉我们 你想多了 因为回到家女主就发现 真子和笔仙子出现 竟然全都是新鸡妹设计的 不过这还不算完 因为教授发现 真子竟然破坏了仪器脱头了 真子再次来到了女主家 想要弄死女主 可让女主没想到的是 新鸡妹虽然心机深厚 但她对女主是真爱啊 为了救女主 新鸡妹直接牺牲掉了自己的性命 实在令人佩服 可俗话说的好 躲得了戳一躲不过十五 就在女主以为 自己早晚要死的时候 笔仙又出现了 笔仙利用感知能力 把女主穿越到了古代 在老旧的封建社会中 女主被人强行举办了一场冥婚 婚礼现场 不仅被人缝住了嘴巴 甚至还被木椎活活插死 很明显 女主现在的遭遇 肯定就是笔仙以前的遭遇了 然后女主就找到了教授等人 一起来到了笔仙托梦的地方 他们在一座古宅里 果然发现了笔仙的尸体 而此时 真子也是恰巧刚好追到了这里 面对着真子的步步紧闭 教授拿起了射魂枪 负责拖延时间 而女主和教授的徒弟 则是开始帮助笔仙解除封印 封印被解除之后 笔仙的真正实力 也就彻底显露出来了 双方教授万分横辣 辣中又带着吻 腕中带着皮 皮中带着剑 剑中吐着骚 骚气十足 而又不识霸气 总之一句话非常的牛逼 甚至真子和笔仙打着打着 竟然还打破了次元壁 成为了化中仙 被仙气加成之后 真子就开始有所不敌 被笔仙打倒在地 受伤的真子 努力地撑起自己 恶劳多多的身体 想要和笔仙再战 可笔仙却直接使用了一招 从哪来回哪去之术 送走了真子 然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那你就以为错了 不服气的真子单挑不行 竟然又带了一群小伙伴 过来搞全欧了 在小伙伴的帮助之下 任凭笔仙法力高强 但也蓝条不足 陷入了虚弱 不过好在 真子虽然有小伙伴帮忙 但笔仙也有女主等人助阵 在女主解人的助攻之下 笔仙终于抓住机会 控制了真子 接着笔仙怕真子寂寞 竟然还好心的 把真子扔进了他老公的棺材里 然后又狠狠地 把他彻底缠在了里面 像这种有夫同享的大无畏精神 实在令人敬佩 最后电影结束 当然了 由于中国鬼片不能有鬼的原因 所以这一切 其实也只是女主有精神病 被催眠的一场梦罢了 反正总体来说 这部电影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而且 编剧的脑洞 倘若能够再开大一点就好了 比如真子都已经会分身术 和视频通话了 那干脆就让他搞一个 共享真子的软件出来多好 到时候人手有一个真子 谁家要是马桶堵了 又或者是电视机坏了 直接把真子呼出来维修一下 再多方便 当然了 有市场的地方肯定就会有竞争 为了防止真子在干活时 谋财害命 笔仙也可以搞一款 滴滴打鬼的软件出来 以此来保证客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而且凭借着笔仙的神处鬼没 也完全在搞一个笔仙外卖 笔仙快递之类的秒送业务 那也是完全可以直接碾压同行啊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关注 或者订阅一下我 么么大